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我们原知道 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 必得神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 神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 好像穿上衣服 倘若穿上 被遇见的时候 就不至于赤身了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 并非愿意脱下这个 乃是愿意穿上那个 好叫这必死的 被生命吞灭了 为此培植我们的救世神 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 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 并且晓得 我们住在身内 便与主相邻 因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我们坦然无惧 是更愿意离开身体 与主同住 所以 无论是住在身内 无论是住在身内 离开身外 我们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 因为我们众人 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我们既知道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谓的 所以劝人 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 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 也是显明的 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 乃是叫你们 因我们有可夸之处 好对那凭外貌 不凭内心夸口的人 有言可达 我们若果癫狂 是为神 若果谨守 是为你们 原来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 一人既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 我们从今以后 不凭着外貌认人了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 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 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 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 托付了我们 所以 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